第一個這門課程 從Excel VBA到Python的程式開發 我們可能會focus是在Python VBA因為有其他的課程 因為我有個VBA的入門跟VBA的進階課程 在這邊之前也有開過 所以我是本來的預期是說 如果你曾經上過Excel VBA課程 假設要繼續學習到Python的話 可以用類似的方式也可以學會 本來預期是這樣 但是好像簡章上面也有請陳范小姐稍微提一下 不過好像聽說大部分人都不太看 反正看到有就跟他點 先搶先贏就對了 假設你還是想要繼續學 然後兩邊都可以學會是最好的 但是可能會稍微辛苦一些些 那我之後的敘述我也會可能會穿插一下 比如說我們可能以Python為主 但是如果今天假如你要用VBA寫的話 那要該怎麼樣做一個轉變 那其實兩邊也都可以做得到 也就是說我是建議將來盡量不要用單一工具完成一件事情 為什麼 也就是說你不是說學了Python 你就可以把VBA丟掉 為什麼 因為就像說你今天要去高雄好了 你當然一般人也有人比較辛苦一點 開車從頭到尾 但這種人應該是比較辛苦的 命苦的 勞碌命的 你要聰明的應該是我們從這邊搭個捷運 然後到台北車站搭個高鐵 到那邊也可以換個小黃 或者之類的 或者你也可以從這邊騎U-bike也可以 你也可以走路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交通工具 但是在一般職場上面 每個工具都可以有每個工具的特性 而不是說每個工具就是萬能的 沒有那種一個東西就可以全部都可以把其他工具給打死 因為如果今天你資料是在Excel裡面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先用VBA完成會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等於就在他家裡面 他根本就沒有問題了 但如果你今天用Python去解決Excel的問題 中間可能會有跨一些 怎麼啦 因為他們畢竟不是同一家公司的產品 而且如果今天要去開啟Excel的話 我要一些外掛 才能夠順利的把Excel檔案做存取 OK 所以相對的並沒有那麼方便 你想說將來事先怎麼做使用 我的習慣是這樣 反正哪一個強用哪一個 OK 所以將來你可能要慢慢去學習的話 哪一個工具哪部分會是它的強項 哪一個工具是它的弱點 那你就盡量避開不就好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大概的意思了 所以其實說真的 像我的使用習慣是 反正只要是工具 能夠用到都好工具 所以反正我每個工具 我大概都要touch一下 但不一定我每個都很專精 可是我至少知道說 以後遇到什麼問題 我用哪個工具解決最好 OK 比如最近還有什麼 什麼泡壁有沒有 它就是微軟最近推的 它現在最近推的很火紅 然後這東西其實以後 如果你想要在手機裡面看到 視覺化的結果的話 它有APP 直接可以把什麼 把它報表視覺化結果 放在手機上呈現 老闆最愛的 比如說想要知道今天業績 到底哪個產品賣的最好 一下馬上知道 哪個哪個業務人員 最近一個月銷售量最好 一下馬上可以知道 手機就可以控制了 那你就會用Power BI 對不對 諸如此類的 每個工具都有每個工具 新的特性 你可以什麼 節償補短來使用 那我們這門課程 大概剛要在這裡 那各位也可以看 雲端上面 我有放講義上面 也會說明 入門的話大概會講到 就剛剛大家選最多的 檔案讀寫這個東西 跟資料庫 這個後面都講到 不過我們會先從 Python的環境開發 基本的語法 結構控制 回圈 甚至是資料的結構 函式等等的 在按部就一步一步的 往前推進 所以大概跟各位講 進階的話 就是所謂的 剛剛有提到的 就像什麼爬蟲部分 比如說爬取網路上的 相關資料等等的 後面部分都會有提到 那這個是屬於 底下是進階的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先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講這麼多 那其實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話 因為或者是可以 在Google打吳老師 好像前面幾個連結 就可以找到我 我的好像在第一個 或第二個吧 之前是在第一個 我最近好像 不知道是有另外一個 吳老師 他也用這個關鍵字 那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也有 所以你們可以找到 還有我的 有一個論壇 也是我的 你們可以 上面可以稍微找一下 那之前我也曾經教過 當然我教過課程相當多 現在是主要是 Python VBA 那之前也曾經 教過像手機的APP 或在大概十年前 最火紅的不是Python 十年前最火紅的是Java 也就是說 上課一開課都是開Java 現在的話一開課就是教Python 很奇怪 那在十年之後呢 可能不見得會Python 所以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走這一條路 是永遠學不完的 OK 不過大家也無所謂 你說Java跟Python有什麼差別 對我來說好像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有一部分的語法 稍微改進一下 讓程式變簡單很多 本來可能你要寫個二十行三十行的程式 在Python可能五行就搞定了 OK 所以等到你寫完Python之後發現 哇 Java我已經把它想要丟掉了 再也不想要把它打開了 想說寫Java為什麼這麼累啊 OK 所以以後的程式當然只會讓你越寫越簡單 OK 所以你大概基本有個概念 大家就知道 之前也有教過手機的App開發了 那大家講一下為什麼要學Python 其實跟各位講 這ABCDEF 其實都跟Python很有關係 因為目前使用做這些事情的 最常用到的工具 不外乎就是用Python 哪一個呢 AI大家應該知道 所以現在好像各行各業 只要掛個AI 好像就可以重新掛一個價錢 賣比較貴一點 都還會有人接受 有沒有 然後另外的話 Big Data 有沒有 剛剛有提過 第三個的話 雲端 這已經紅很久了 第四個的話 人臉辨識 或者叫車牌辨識 相關的辨識 其實還蠻多的 有沒有 像現在車牌辨識很成熟 現在幾乎停車場都用車牌辨識 OK 它其實做哪些事情 就是辨識完 結果告訴你車牌是多少 程式的話就是在做後續的事情 另外還有電動車 電動車其實你當然也不能把它當成一個傳統車輛 其實就有點像 它基本上就是智慧車 也就是說 它這個車子裡面 有點像智慧型手機 很多地方是可以程式化的 也就是說很多地方是可以透過程式去解決很多的問題 所以未來它的定位應該是 希望能夠 這台車子有點像以前的霹靂車一樣 對不對 你不用全自動駕駛 但是目前還沒這麼厲害 不過未來應該是可以期待的 OK 那還有呢 最後一個是 其實我本來沒有F 不過我最近看的雜誌裡面 有把它加進來 F F是什麼 Fintech 金融業 因為現在為什麼金融業 這麼多人要來學快勝 因為Fintech 什麼叫Fintech 其實就是什麼 金融科技 也就是所有東西 只要交易 以後呢 不見得一定要到實體的銀行去 因為手機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你會發現大家都很方便 像訂房好了 以後 訂房如果你還要再付費 太麻煩了 直接信用卡扣 或者現在用Light Pay嘛 對不對 像最近有那個安心旅遊方案有沒有 每個人可以折一千塊 一個晚上 不知道我根本沒用過 我都快要 親戚朋友其實都快要用完了 最近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有些大飯店 價錢都殺得非常低 然後加上安心補助 加上三倍券 結果我就到處去住 本來最附近有蠻多那個飯店 之前都住外國人 現在外國人都不來 下面殺到已經很低了 本來一個晚上要三四千塊了 現在一個晚上一千多塊就有了 然後你如果配合安心旅遊方案 再扣一千塊 所以有些大概幾百塊 你這樣三倍券給他 可能都不用付到任何錢 而且還禮拜六、禮拜天 因為我之前都住過了 結果全家四人房 一千多塊而已 然後一千多塊再扣一千塊 幾百塊而已 就可以帶小朋友去住還蠻高級的飯店 最近是去住某一家飯店 也是五星級飯店 也是大概幾百塊的價錢 算了 反正這你們自己再了解一下 這太多資訊了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覺得資訊不見得一定用在工作上 生活上 也可以讓你大大節省很多的開銷 OK 比較一下 發現很多 其實東省西省 東扣西扣 然後又可以玩得很愉快 而且不要踩地雷 我發現有的人花了錢就算了 還踩地雷 花錢還受氣 對不對 所以盡可能就是 像我們是屬於那種 出發前一定要所有的事情都安排的 都非常 資訊都掌握得非常好 可能比如說我到那一家飯店 可能會遇到什麼樣不好的情況 那我就把它避開就好 比如說那家五星級飯店 有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說 他的停車不是平面停車 是停車塔 就被罵翻了 光停個車要停一個小時 還停不進去 太多人了 所以我乾脆 後來我想說 因為他剛好在車站 逛夠的 所以我乾脆 我就坐火車去就好了嗎 或者坐捷運去就好了嗎 我可以避開這個問題 還有 他那個問題是說 Check in的時候太多人去了 3點 大家都3點 所以光排隊Check in 要排一個半小時 那你會願意去嗎 很多人就在罵 但住進去非常舒服 是真的 那怎麼辦 後來我就做了一些功課 因為他有提供Early Check in 3點以前 但你也不能太早 你也不能太晚 大概就是差不多1、2點鐘的時候 你就先去Check in 他會讓你先 那時候沒有人排隊 那我們先進去 先進去 然後先享受 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這一趟旅程 我老婆都覺得太棒了 OK 你看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是會 規劃這種行程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跟我們出去玩 算了 這題外的話 OK 跟上課無關 好 那再來的話 這是我相關的經歷 目前的話 因為我曾經有創業經驗 那這個其實為什麼來這邊教課 其實也是非常偶然的 因為我很喜歡分享 寫一些文章 拍一些影片 然後就被邀請來這邊 然後剛好我也之前有創業經驗 那大家希望說有一些實務經驗可以分享 然後就這樣 這不斷的有一些地方有上課 那我就去了 像最近我的母校 我在台師大 之前研究所在台師大 那台師大那邊的老師也不知道怎麼知道我的 網路上看影片 然後就寫一封mail說 最近老師可不可以來我們這邊幫忙上一些課 加會一下學弟妹 我一聽 之前本來是不是很有意願 因為現在在學校兼課的終點費其實還蠻低的 不過一聽到 那就當然會想說 好吧 就是一種服務的心情 而且最主要是說 讓我突然回想到我年輕的過那個時光 有沒有 想到說如果回到校園裡面 但是是不一樣的身份 但是可以有一些回憶 回憶是無價的 我想說回到那個校園 那一定改變了 可是心情會在那個時間點好像又穿越時空 想到我那個時候到底在做什麼 OK 就會有一些想法 不過大概就這樣 還有其他在一些學校等等的 OK 大概這樣 好 那得到一些獎項 像那個 志強這邊頒給我過那個 最佳人氣獎師 OK 然後頒給我過那個 教學卓業貢獻獎項 那文大那邊 給過我那個趨勢先鋒獎 那另外的話我自己的證照 也是算滿 算不算太少 我大概有三十來張的證照 OK 那像最近的話 也又在準備有一張證照 就是剛剛跟各位講到 Pow BI 有沒有 微軟的原廠證照 那真的很花時間 每天我都要 反而覺得 為什麼這麼辛苦 不過其實有時候也滿愉快的 因為考過之後發現 哇 證照越來越多 就會想說有收集的感覺 有點像那個抓怪 抓寶有沒有 隨時就抓一下 像Python 因為我來上這個課 所以我一定要有license 所以我自己有去考過 所以如果你們 對於想要取得 Python的相關證照 也許我可以提供一些訊息 另外的話我的頻道 這個是兩萬多 現在已經三萬七了 那觀看次數 大概也滿多的 其他的話 還有曾經擔任過那個 認證中心的 專家諮詢的那個委員 OK 也幫他們做一些 那個出題 命題 審題等等 參考書目的話 大概就這個 比如現在比較熱門的 像那個 Python的那個 初學的特訓班 這本書 OK 那裡面大概有個光碟 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為什麼要學Python 跟之前的Java或C++ 有什麼最大的差別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 第一個 我優雅有點太那個過了 OK 除非說你已經很會寫了 不然怎麼會優雅的起來 OK 不過相對起來 因為程式變少了 所以可以比較優雅一點 OK 明確簡單 如果比起以前的那些語言來說 是簡單的 但是 還是要學習 OK 那 排名也不斷在往前 所以大概排名大概知道一下 其實目前大概以台灣來看 這個Python 這個非常的活 所以今天的話第一階段 我們 第一個任務 就要先把什麼 把這個東西給做完 就是Python的開發環境 簽定起來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再來講 基本語法跟結構控制 我大概會就是把這個做完 待會有時間會寫一些簡單程式 就是基本語法跟結構控制部分 所以 待會的話大概是這樣 然後底下的話 我們就是要做這個開發環境的設置 那 待會的話請各位就是做第一個 把那個Eclipse這個打開一下 這個 剛剛Python Eclipse Python 所以你要在C點底下 找一下有沒有Eclipse Python 把它點兩下 這個打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它應該會跳出這個畫面 那第一個畫面特別小心一下 它會出現那個什麼 workspace 什麼叫workspace 就是說你將來你寫的程式要放哪裡 哪個 磁碟機 它預設好像在低碟 可是我們這邊沒有低碟 所以你把它改成C好了 C冒號斜線 Python的 底線workspace 然後面的話也許加一個 加個名稱好了 我建議是加個 像我2020 04好了 因為這個已經是 這個 今年的第四個班了 OK 然後呢 把它lunch一下 你們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的 它意思說 我將來的程式會放在C點底下 OK 如果你有低碟你可以放在低碟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 把這個環境給打開了 OK 可以設置一下workspace 再來的話它會出現那個所謂的Welcome 那你把這個頁面把它關掉 Close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能要做幾個地方的設定 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環境跟各位講一下 它本來是拿來寫Java的 我們只是借用這個環境 來寫python 有點借殼上司的味道 那你知道為什麼用這個環境 第一個因為它是自由軟體 所以它沒有限定說你用哪個環境寫是最簡單的 那因為我自己習慣 這個環境 因為Eclipse以前曾經拿它來寫過各種的語言 包含Java 包含C++ 包含Python JavaScript 其實都可以寫啦 也就是拿來寫Python也沒有關係 那只是說我們要拿它來寫Python的話 需要做一些設定 哪些設定 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告訴他說 在Windows這邊 告訴他說 我的Python函式庫放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的Python函式庫放哪裡 放在 剛剛有講過 我們有一個什麼 Python的374 裡面有一個這個 Python的.exe 這個就是我們將來 要去run的時候 必須跟它講 用這個去run我們的程式 就是Python.exe 那所有的函式庫都在這裡面 所以我要告訴 那個Eclipse說 在這裡唷 因為它不會自己找 那怎麼讓它去找到 一請你找到Windows 底下有一個這個什麼 Preferness這個 把它點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找到 有一個叫PyDiff的這個地方 PyDiff這個設定 PyDiff實際上就是一個外掛 這個我已經幫各位掛上來了 這個外掛主要就是 本來它不能寫Python 但是透過這個PyDiff 可以讓我們來寫那個Python程式 但它裡面有個 Interpreter 這個地方 Interpreters裡面有個 Python的Interpreter 主要是這個路徑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 Windows的 Preferness這個 然後到這邊 再去找到 Interpreter 這個 關鍵在這裡 不過好幾層 那如果你擔心說 那個畫面 假如說 記不記起來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找到一個 地方有提供相關資訊 哪裡呢 我雲端上面 的雲端白板 那雲端白板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雲端講義 的第一個單元 01有沒有 建置 Python的環境 那 我這邊就有相關敘述 比如說 我講說 為什麼這個Python環境要這麼麻煩 底下解壓縮 然後 這個地方 就我剛剛做的動作 有沒有 這個有個截圖 你可以 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是 找到哪裡呢 這邊有個 browse for什麼呢 python.exe 你就點它之後 跟它講說 我的那個 python的路徑 是在c點底下 所以跟它講 c點底下 底下有個 這個python開頭的374 當然如果我說 你電腦沒有374 你有這個也沒關係 你可以選這個 這 36 或37都可以 其實這只是版本的差別 那我用374 跟它講說 我的執行檔在這裡 開啟一下 OK 就這樣喔 按OK 接下來呢 它會去幫你找到 除了exe的相關資源 比如說 韓式庫 像DL Library 什麼什麼等等 按OK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再把它apply close 就OK了 好 那我們就完成什麼動作呢 就是把兩個懶人包 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拿什麼呢 拿這個 Eclipse來寫python 那至於要怎麼寫 待會呢 我會再按部就班跟各位說明 當然你可以參考 雲端上面的第一個單元 記得是在雲端白板 裡面的第一個單元 那往後當然第二個單元 第三個單元 我會按照這個順序 分別做講解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大概是這樣 所以慢慢習慣一下 東西講義都在雲端白板裡面 OK 所以假如你有一些想要參考的 也許可以直接看一下雲端 那所謂會把它稱為雲端白板 就有點像 因為我們這邊白板 沒辦法寫太多東西 所以我乾脆把它搬到雲端上面去 這個雲端白板 將來你在你自己家裡的電腦 也可以開得起來 不會有問題 OK 好 那這部分也許請各位 稍微了解一下 剛剛我做的設定 主要是這個preference這邊 然後把這個確定 有沒有辦法 把剛剛的那個python 結合進來 那這個結合進來之後 待會我們就開始寫程式了 就可以開始做了 只是怎麼做 待會細部的話 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那個後面的部分